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互动需要人与人或者说本人一定要出现 虽然有些银行的作业是认章不认人但是有很多的作业一定要本人到场 以保险业来讲不管是投保不管是理赔常常都会要求一定要看到本人特别是投保的时候 可是这些习惯在过去这一两年中间我们看到很大的改变 因为整个环境的关系使得我们必须跟人保持距离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再能够用人跟人直接的接触来处理 当然讲到这里各位已经可以想得到那看病怎么办 看病既然叫做看病那就是医生看到我医生触摸到我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总不能因为这样子所以病都不看吧 但是我相信应该已经有朋友有用过远距诊疗服务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个议题究竟所谓的远距诊疗 那个远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能够到多远 那这个诊疗呢那个范围呢能够有多大 所有的科别呢都可以用远距诊疗吗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远距诊疗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欢迎刘文琪主任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复射医院的远距医疗中心主任刘文琪 欢迎谢谢赵君杰医师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复射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兼远距医疗的副主任赵君杰 谢谢欢迎 我想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实 马上要来的春节 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很多七加七也好 不管是几家几 一定有很多民众必须居家隔离 甚至于居家检疫 那这个居隔居检的期间 我相信有些民众可能那个期间里面 他可能觉得身体不舒服 虽然不一定到所谓的沉默缺氧 但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必须定期看诊 这总是必要的 那是不是两位先告诉我们这些民众 如果他在居隔期间真的有就医的需要的话 他应该怎么做 我想这场仗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所以其实中央还有地方政府 这场仗都已经准备好要怎么去面对跟应付 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一个防疫方式 也就是如果民众在做居家检疫或隔离的时候 有相关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1922这个平台去做相关的联系 目前台北市其实都有安排17家中度级以上的责任医院 都要负责这些居家检疫隔离病患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照护跟咨询 流程大家可以看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你没有发烧 没有特殊的一些比如说呼吸道疾病等等 你就可以透过1922的一个协助 然后跟这些医院做合作 然后去安排通讯疗疗疹 可是如果你有发烧 有相关的呼吸道疾病 一样要透过1922 他会帮你安排相关的一个紧急救护的车 到指定的医疗场所就医 所以这边再提醒大家 切勿自己搭乘相关的交通工具到医院 这样其实会影响到个人的相关的一个权益 那如果非这个居家检疫隔离的民众的话 其实如果你需要看诊的部分 其实也非常简单 其实现在各大医院 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个通讯诊疗疗疗的一个挂号办法 比如说像我们医院 其实你就直接电话打电话来预约 然后我们就会安排你相关的时间点 相关的科系 进行相关的一个诊查的一个看诊的流程 那看完之后再到医院来过卡缴费领药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现在看诊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可以减少一些民众发生一些 在居家发生所谓的呼吸缺氧等等的一些疾病的憾事出现 是 赵秀补充吗 其实在今年疫情正严重 大概在六月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病患 他来到急诊的时候 他的主述是讲说他一直很想睡觉 这一个礼拜他都一直睡不饱 那我们其实那时候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人看起来很虚弱 可是我们那时候量起来都没有发烧 结果我们那时候一量他的血氧 大概只有85 我们正常人一般来讲 我们平常这样子就算戴口罩 应该要95到97 后来那个病人一验 他就是确诊 就确诊 所以就是我们在讲 新冠肺炎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 他很有可能他在不自觉的情形之下 他的病况就已经变得非常严重 那而且新冠肺炎 它其实会造成一些就医的不方便性 那我想在这一个状况之下 远距医疗它其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这样听起来 远距医疗不管在相关的规定 或者说在习惯上来讲 好像是一个例外 因为我们一般民众讲看医师 一定是到医院去 然后跟医师面对面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到医院去 就医生看到我本人 一定要过去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OK 其实呢 我想所有的医疗行为都必须要负责任 那其实医师在做病患的诊疗 必须有几个身体评估 包括视听 扣处 甚至秀 那其实通讯诊疗的部分 可能在所谓的扣 处 秀这个部分 会有一些局限 所以其实在没有紧急救难的 或现在灾情的一个状况 其实还是希望可以轻视诊疗 因为医生要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所以其实目前为止 通讯诊疗办法的规范 像现在就是紧急救难 灾情的时候可以用通讯诊疗 那未来可能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一个状况 也可以用通讯诊疗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有一类的病人就是 他可能在急性期住院之后三个月 他还要密切的观察跟照护 也可以用通讯诊疗照护 那再来就是非本国籍的国际医疗病人 他可以用通讯诊疗 这几类是在通讯诊疗办法规范的一个范围内 不过以现况就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说 在指挥中心还没有解散为止 大家都可以用通讯诊疗看诊 是 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 通常比较紧急的状况是指什么 因为感觉比较紧急 好像我就应该赶快到医院去 那通常比较紧急的状况有可能是什么 其实我们急诊最喜欢讲ABCDE 那其实可以归纳成几样 我们就讲ABCDE A其实就是我们呼吸道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突然间呼吸道的一些肿胀阻塞 那B其实就是我们讲Breathing 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喘 包括像气喘发作 或者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的新冠肺炎 C就是我们讲的Ceculation 这个病人循环的问题 比如说他心脏病发作 心肌梗塞 甚至主动脉玻璃 第一是我们讲的Disability 就是这个病人神经学的系统 包括像中风 或者是一些意识改变 抽筋 癫痫 一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外伤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病人头部外伤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很常见 这个大归类成大象 这个是一个紧急状态的一个事项 是 那这个是可以用通讯诊疗的方式处理的吗 原则上符合通讯诊疗 我们都可以先去做判断 只是说像比如说像外伤 如果他的伤口需要处理的话 其实他还是必须要到医院来 那只是说我们可以先判断这个伤口 是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 还有一个我想到说像我们台湾本岛 这医疗设备非常的发达 可是我们有一些离岛或者比较偏乡 山地等等这些地方的民众 要奖金保费他也不会缴得比我们傻 因为那个标准是完全一样 可是他们享有的这个医疗资源 真的是差很多 那我不晓得说我们目前整个体制的 这个医疗整治 有没有为这些民众提供一些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合理的整理方式 其实这几年中央编了很多偏乡离岛 山地这些的通讯诊疗的预算 我记得应该很多亿 多少钱我不是太清楚 那其实北一也一直很希望加入这样的团队 去协助这些偏乡离岛的一个就医看诊 远距视讯看诊的部分 如果我没记错我最远到金门 然后去做相关的远距的离岛的一个 视讯诊疗的一个看诊服务 那像现在我们北一的通讯诊疗门诊 每个礼拜都有一次的对于金门的民众 进行通讯看诊 尤其是在早疗的评估的部分 因为偏乡确实 偏乡离岛确实有一些医疗资源不足 那北一就来补足这一块的一个资源 所以其实虽然感觉大家缴健保费一样 可是我觉得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块 其实是非常给力的 谢谢 是 所以我们民众应该要知道 怎么样好好的运用 是 是 那我们讨论到这里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想法 我真的不想去医院 因为我觉得很想去医院的 应该不会很多 我们到医院去自己本身有风险 医生也有很大的风险 那是不是只要我不想去医院 我就可以利用远距诊疗服务吗 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疫情期间 远距这两个字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听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叫远距什么远距什么的 突然间也变得非常的热 那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中也讨论过 远距健康管理 那我不晓得我们之前跟其他的来宾讨论过 远距健康管理跟我们今天在讲的远距诊疗服务 是一样的东西吗 或者有什么不同 其实远距健康管理 比较像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利用各项的监测设备 去我们讲监测病人的血压 血糖 胆固醇 甚至血氧 甚至他的进食状态 卡路里 我们可以去评估说 这个病人他现在的营养跟状况 健康状态到底是怎么样 那远距医疗比较是偏向是治疗的 所以政府对远距医疗他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只有特殊的情形之下是可以适用于远距医疗 远距医疗看诊完了之后会给予一些处置 包括给予药物 给予建议 给予一些医疗行为 所以这是基本上的一个差异 是 所以我们如果停留在那种说远距健康管理就得 远距医疗可能有很大落差就是没有治疗这一块 那刚刘泽宁的讲法是说 只要我们这个中医疗病人还存在的话 基本上应该都可以用通线者疗是这个意思吗 对 原则上我大概补充一下 其实远距无远佛界 所以其实在远距的概念就是有3P 我们是讲3P就是Predict Prevention 然后Health Promotion 就是3P的部分 所以从前面可以检测到预防到健康处境 其实这一块都是处于远距的一个大范围 所以远距确实就是从刚刚赵主任说的 从健康管理到主任说的看诊的部分 都是属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服务范围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其实目前只开放所谓的通讯诊疗门诊 现在是在疫情指挥中心解散 都可以这样看 可是在远距健康照护这个部分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大范围的一个规范 我这边有个示意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块其实就是它现在规范的部分 它大概有五个类目的分布 一个叫做如果你要做远距健康照护的话 要急性住院病患出院之后三个月之内 可以做远距照护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心肌梗色的病人 他做完导管 做完支架之后 那回家还是很害怕 会不会还是有什么样合并症 所以这个部分就透过远距 可能装相关的设备 设备 然后让他回家 然后透过医院的平台做监控 那再来就是长期照护服务机构的一个 要领慢迁药物的病患 他可以用 这也就是未来我们要跟长照这边结合 因为未来很多老人家在家中 他可能出入不方便 那他可以用远距的部分来做照护 那再来就是未来也会走向 家庭医学科的一些管理 那在这一群的人的部分 未来也可以用远距医疗照护来服务 那再来就是远距照护居家 收案的病患也是可以 那当然一个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非本国籍的境外 没有全民健保的民众 他也可以用这样的视讯看诊跟照护 因为其实台湾的医疗其实在世界各国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来台湾获取相关的一个医疗咨询 所以通讯诊疗办法它规范范围很多 那也希望说未来这个是不是可以逐步开放在更多的人群上 让大家可以更受惠 是 当然时间会带来很多改变 特别是在科技进步这一部分 虽然我们讲说今年度健保正式核准远距医疗是可以健保起附的 再加上5G的发展 所以很多人说2021年可以叫做远距诊疗元年 那其实更早就大家都在做 只是说是不是更有规范一点 您刚提到说长期照护病 我就想到以保险业来讲 过去如果是领那个长照分歧几乎的病人 很麻烦的 因为每一年就要回到医院去 再确认一下说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还是在持续被照顾当中 才可以继续领下去 那现在也是改成 就是用视讯看一下病人状况就可以了 那这样解决医院跟病患双方的共同的问题 不过很重要一点是 当然整个的发展是随着疫情而来 但我注意到了 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 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有这个不良反应 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真正的 还是是不是跟疫苗有关 但是非常多这样的讯息 那关于有没有特别为这样的朋友 想到说如果为了这样就来看诊 我也不知道看哪一科也非常麻烦 有提供远距的服务吗 是原则上其实应该从五月开始 然后应该是七八月正是很多的民众开始施打疫苗 那因为其实很多医院并没有特定的一个疫苗 咨询门诊或疫苗什么合并症门诊等等 所以呢很有趣的是那个服务台 电话转接都会转来远距 那其实我们大概评估这类的病人 大概就是一个月大概会有超过百人 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到底谁可以进来 这样的疫苗门诊其实都不确定 所以必须要前面做相关的咨询 所以其实在11月我们跟长官这边有做过讨论 那北一就正式成立所谓疫苗咨询门诊 然后去服务大众 那我们的范围大概包含疫苗施打前的咨询 跟疫苗施打后的咨询 大概分这两类 那以目前我们开诊到现在 我们整个通讯诊疗门诊的业务 已经高了平常的两成左右 业务其实非常繁忙 而且民众其实24小时都要打电话进来咨询 是 我相信会越来越忙 因为打疫苗的越来越多 伏接率越来越高 然后又知道有这样的门诊 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放心 因为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都不知道 就像你讲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看哪一科 是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我想要利用这个服务 我应该怎么申请 我才能够得到贵院的这个 远距的医疗服务 是 刚刚已经有讲到 其实就是像我们呢 我们刚刚有一个通讯诊疗的一个 看诊卦号流程之外 那有几类的部分呢 我想还是提醒民众一下 就是通讯诊疗原则上以现况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来看诊 是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要领相关的稳定的慢 就是你的慢性病是比较稳定的病患 你可以来看这个诊 那当然也可以同时做咨询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常看到 病患进现进来 除了要领慢签药物之外 他顺道会问 那医生我可以打疫苗吗 或者是他已经打完疫苗 他说打完好像着手比较无力啊 怎么办 所以就是 忘了要洗口的概念 所以呢就是 这类病人现在 疫情指挥中心还没解散 大家其实都可以进现 那原理上同仁会前面做 咨询跟分类 紧急状况 就会送到赵主任急诊室那边 那如果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他可能 很焦虑很着急 那我们就会安排他进现看诊 那原则上看诊呢 有几个提醒就是 你必须要有手机 那手机要切记 不是折叠式的了 要必须要至少有4G 可以串网路的部分 然后呢 再来我们看诊的话 你请你准备相关的有照证件 因为我们要做身份辨识 要截图给健保局 然后呢再来是看诊的话 因为咨询的人太多了 大家要注意不要咨询太久 大概10到15分钟就很久了 那所以呢 原则上其他的话 就像实体门诊的一个操作流程一样 然后就是到时候过来过卡缴费领药 谢谢 是 赵卓您那边有很多 因为疫苗施打不良反应的急诊病人吗 有 其实最近这一个月相对来说上升蛮多的 而且很多人会心悸 然后有些人打了之后 有一些身上有一些 甚至一些瘀血斑 他们其实都会跑来挂急诊 因为其实在施打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病人讲 其实你有不舒服 其实应该要来急诊室检查 虽然真的最后发现 真的有问题的比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不舒服 其实到医院来检查一下 还是会比较放心的 是 那刘主您刚刚提到说 比方说林曼谦的病人 如果他是利用这个远距诊疗服务的话 是跟我们门诊诊疗一样是先挂号吗 对 然后挂自己的医生吗 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我如果用远距诊疗的时候 就看我的就不一定是我原来医师 那原来医师继续在他的门诊 但是我可能是另外一条线这样子吗 对 所以我们才会说建议就是你是稳定的慢性疾病的一个患者 那其实通常为什么现在这些民众会习惯来医院 来远距看诊的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他只是来领药 他不想花两个小时只是看医生一分钟开药单 对 那确实其实因为这样远距的诊疗可以减少 比如说懒病的风险 然后还有耗费很多时间在等待看诊 然后再来是病患民众常会跟我反映说 我不用请半天假 我不用请一天假 而且他们就是很多事其实是上班时间的break 也许在他的休息室 也许在茶水间 然后跟我们做视讯看诊 所以确实是减少很多民众的不方便 是 好 那假设我们要利用这个远距检疗服务的话 事前的准备 刚刚就说你告诉我们 那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休息完 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刘总员点出了很多看病的病人的共同的心声 可能我们挂号也很困难 然后时间到了去排队也要等很久 有的人因为这样必须要请假 或者甚至于请假陪家人 真的是增加大家很多的负担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您刚刚提到说 北一已经有17科是吧 那可是我如果想要去看远距门诊的话 我是不是也是跟一般的门诊一样 我要先挂号挂哪一位医师 然后也是有人数的限制是这样吗 是原则上其实我们这边都会透过前面 为什么我们不是直接线上挂号 而是透过护理师这边做相关的安排的原因是 因为有些病人他搞不清楚自己要挂什么号 然后一个重点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远距做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远距 就是我们会配合病患的时间 尤其是现在疫情爆发 爆发之后 然后现在慢慢趋于稳定 那大家都要上班上课 可是他又需要看诊怎么办 所以才会透过人工 然后护理师这边做相关的安排 那我这边最常遇到的事情就是 小朋友想要看诊 那怎么办上课 然后又不能请假 因为小朋友希望拿到毕业拿到全勤奖 所以我们就会安排他下课时间 比如说妈妈会说 那个护士小姐可不可以安排在9点到9点10分 因为我儿子那时候才下课 才可以看诊 所以呢 那时候他们就问我说 诸人我们可以这样安排吗 我说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要打造一个有温度的远距离疗 就配合 那当然医生也很配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有安排 重量级的相关的一个医生的阵容在里面 虽然不能打广告 可是我只能说 我们是安排非常够资深 够资格的医生 在我远距通讯诊疗诊做排班 那我们每个月的医师排班表 也会呈现在我们医院的一个讯息里头 大家都可以查到有哪些医生住诊 所以如果我要挂号 我也是到你们官网去看那些 跟门诊治疗是一样的 会不会也挂不进去 通常我觉得人工会比较友善 因为机器的话就挡住 你就挂不上去 人工的话 我们就会尽量协助安排 因为想来看诊 一定有一定的需求 我们会尽量协助安排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担心 如果是远距诊疗 能不能做的跟我跟医生 面对面的门诊治疗一样的 不管是精准 或者说我没有看到医生我就不放心 还有我们习惯看病 你就会知道说有一些诊 医生一定会做一些动作 比方说触摸到 耳朵可能会摸摸病人的脖子 肠胃可能会按看看会不会按痛 心脏可能会听听诊等等这些 可是远距的话 这个就做不到了 对不对 那会不会让病人觉得说 你那么远 你也不知道我怎样 那通常怎么样克服这种技术性的问题 我想其实大家都会很担心这样的状况 那因为医生其实他看诊经验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那确实我刚有提到 医生看诊就是触听扣触秀 那原则上触跟扣跟秀可能是一个限制 可是医生可能会用别的方式去取代 那比如说我讲复健科好了 复健科医师他可能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北医的通讯诊疗系统平台 是非常的完整 我们绝对强调 医生跟病患一定要面对面 OK 所以呢脑神经科医师或腹健科医师 在做评估的时候 他会有相关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要踏步要平衡 然后指着鼻子等等 去做所有相关的测试 因为他必须还要负所谓的 诊疗的一个责任 所以他会尽其所能去看诊 包含我们一直提到中医 中医可以隔空把脉吗 我想应该是不可能 所以呢中医的医师会用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看舌苔啊看眼睛啊 看平常病人的应对表现等等 去让他可以有足够的医疗资讯 去做他的一个处方 是好那您讲到这我就想到 保险业也发展出一套方法 就是因为保险官很在意 这张保团是不是当事人真的想签的 不是因为忧源交缩或者什么 所以他们也发展出那种 看那个腰保人的那个脸 去解读他的投保意愿 他是不是真的有投保意愿 我想可能医生也是这样子 这样的感觉吧 不过我想请教赵主任是说整体来讲 您觉得这个远距诊疗跟这个门诊治疗 这精准度正确度真的会完全一样吗 其实如果是以诊断来说 现在拜科技所发达所赐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 包括像五官镜超音波听诊 其实都可以有办法经由远距的方式 甚至比我们现在看得还清楚 比如说像我自己本人有点老花言 病人常常讲说 医生我这边有一个 这个皮肤上面有一个病灶 我远的看看不到 近的看又整个糊掉 可是我们如果是利用远距 它其实五官镜皮肤镜 可以照得非常非常清楚 它可以把这个 我们所有病灶整个放大 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瞳孔耳朵 其实都可以检查得到 现在连超音波心电图 其实都可以经由远距的方式 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 我想这些辅助的工具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 更精准的诊断 那当然看诊的医师 也必须要有他的灵敏度 以及他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病人你应该要怎么问他 会比较容易得到你需要的答案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常常在一个急性腹痛的病人 我们常常需要去处诊 确定这个病人 有没有一些腹没炎的真相 但是除了处诊以外 当然摸到肚子 可以判断得很准 可是如果你用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病人 如果说他跟你讲 他咳嗽或走路震动到的时候 他肚子会更痛 其实这就是一个警讯 那当你问到这个警讯的时候 你其实心里面就会想说 这个病人也许 他需要来到医院 做一个进一步的诊疗 所以后续如果觉得有病 还是会请病人亲自过来看 但还有比方说 您刚刚提到说 就是跟医生在镜头上对谈 可是真的我们不能排除 有的朋友他真的在表达上面 就是有困难 可能讲不清楚 或者语言上有障碍等等这些 那这种朋友他能够 他也能够用这个远距诊疗吗 是 其实我们目前 我们医院的系统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我们除了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病人之外 其实有些慢性疾病的病患 他平时自己都有相关的记录 所以我们会请他 比如说血压血糖的记录 请他呈现给我们看 OK 去做相关的医疗的一个辅助 那再来呢 其实如果有家属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通讯诊疗 是可以三方四方五方 一起通话的一个状况 所以像如果真的 我们在前面评估 他可能表达能力可能比较不好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跟他家属做相关的连结 那一起参与这看诊动作 因为他毕竟不用请假 他就可以在上班的时间用通讯诊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那您刚刚提到说 两位都有提到这个检查 但是有一些检查 也真的是非得本人在场 比方说抽血 这不能隔空抽血 还有您提到X光 应该也是要本人去医院派 所以如果用远距的话 这些还是得到医院去执行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原来像这个 其实还是有它的限制所在 那其实现在远距 像如果我们刚刚有提到 偏乡 离岛 3D这个部分 我们确实这几年 这一两年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AIOT的厂商 也发明了很多的device 确实可以让我去偏乡 协助病患照相关的X光 然后抽血等等 不过以现在的一个限制 其实如果需要做抽血X光 其实医生评估之后 开完单之后 他还是必须来医院 做相关的检查 不过现在比较好的是 你不用为了要看报告 然后再请假来医院 你就一样可以透过通讯诊 然后听医师帮你解释 说明他的报告结果 好 虽然我们有一些限制 没有办法让各种状况 都透过远距执行 但是经过我们刚刚的讨论 各位已经可以发现 确实解决了非常多的不方便 跟提供很多我们过去 可能没有想过的 这么方便的服务 休息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那当然还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状况 刚刚提到说健保回复 那可能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状况 是不是也都在健保 局务范围内吗 我们就学校再回来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认真去追 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远距的视讯 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你的手机 还有你的mine 因为真的太方便了 那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件事情当中 假设我要挂贵院的这个远距诊疗 我是用我的mine就可以跟贵中心连线吗 还是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我们北医的远距医疗中心 其实在去年已经被台北市卫生局 指定为通讯看诊的一个机构 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研发相关的 一个远距视讯看诊的平台 也就是其实你在看诊等同于你实体门诊看诊 我们是整个串接在我们的 整个门诊的看诊系统里头 所以目前我们是没有用LINE看诊 因为我知道其实5月17号整个疫情爆发 很多医院要承接通讯诊疗 其实是非常紧迫跟急迫的 那北医其实通讯诊疗的部分 其实是有跟台北市卫生局报备过的 所以其实是有兼顾病人的个资隐私 然后你的资料落地一定是落在我们北医的一个系统里头 而不是在其他的软体相关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在北医看诊是你可以很放心的把你的相关的资料告诉我们 谢谢 那我一定要是北医的复诊病人吗 或者说出诊可以吗 其实也是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滚动式的调整 在刚开始5月那周看诊 只限自己医院的复诊病人 出诊是不能收的 那可是因为很多医院的视讯的一个系统还没有串接好 所以病患他没有办法领慢签的药物 所以后来又慢慢滚动式调整 变成说通讯诊疗疗疹是可以看出诊的病患 所以目前本院也有一些出诊的病人 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如果在线上看诊以后 我那些资料就自动会变成我的病例的一部分 所以医生也可以从我过去的 如果我负诊的话 从我过去的病例看到我现在的情况 那我就好奇不要说 我是一个癌症病人 那我也可以透过远距诊疗来做后续的 就只要我不用住院 我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做后续的诊疗吗 可以吗 目前如果我接收到的癌症个案的话 通常都是他已经实体门诊看完 然后也许他做过相关的化疗放疗之后 可是医生可能跟他说你要密集性的回来看诊 那这个部分比如说我记得两个礼拜前 有个放射肿瘤科医师有跟我提起 他有个病人他住在很深山 可是他每个礼拜都想看到他 可是他又不希望他周车劳顿的来台北一趟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协助安排这个通讯诊疗疗吗 让我可以每个礼拜都可以看到我的病患 那后来其实我们也去做相关的网路测试 然后那个阿姨她的他们家确实可以连网路 因为她说她LINE可以通代表有WiFi 那所以后来其实他大概密集的看了两次之后 那在第三个礼拜他又必须回诊做治疗 那也就是这个时候才回诊 那确实可以减轻那个阿姨很多的一个周车劳顿的一个负担 听你这么讲我差点忍不住要问哪一位暖心医师 可以做这么关心病人的要求 我想我们医院的医生都是暖男 女的呢 又有女的医生 又有暖女 但是我想今晚我们叫远距 所以那个远距那个远到底可以到多远 比方说在国外或者说在深山或者在里岛 可以到多远 我目前呢 我对地理没什么概念 可是我就实际案例 我应该是这几个月最常接到是加拿大 那是很远吧 那其实都可以串接 本国籍的人士吗 他其实应该是他现在 我细节我不是太清楚他是现在本国籍的 可是他是没有健保身份的一个民众 所以必须要用自费看诊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最远其实是到加拿大 那大陆那一块呢 也是好几省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为台商在大陆真的是蛮多的 那他们也担心说自己的一个健康安危 包含疫苗的一个咨询的部分 都会进现希望我们协助相关的一个看诊的一个安排 是 我有听说这一类型的服务在国外的需求 比台湾多很多是吧 是 为什么 其实主要有几点 第一个国外就医并没有台湾那么方便 包括你要看一次医生 比如说你要你牙痛你看一次医生 因为我之前有在国外住过一段时间 我当时就是牙齿的牙套掉了 然后我就急急忙忙的到处找那个牙科诊所 他说可以 我可以帮你arrange这样子 但是那个大概在十个月之后 后来我想说那我干脆坐飞机回台湾 也就是说国外就医性其实相对来说比台湾差很多 因为台湾在国外第二个就是看诊很贵 因为你进去看诊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付多少钱 他通常那个账单是后续才会出来的 那其实在远距医疗这个部分 他其实收费是很透明的 也就是说你看诊多少时间 他需要收费多少 他可以给你的帮助是什么 其实这个条文规定的都是很明确的 那再来 其实国外他在远距医疗的应用上面 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到最远有多远 其实NASA他们太空人都会在远距医疗 他们会训练 他们有做那个太空人的远距医疗 其实他们比如说在外太空他人不舒服了 外太空也是非常需要医疗服务 是是是 所以他们也是也是可以做 那其实包括国外他包括像家务病房 他的精神病患 还有像一些居家的服务 那他们其实都可以有一个保险的给付 而且是有政府是合可的 因为再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外的腹地真的太大了 他可能在阿拉斯加 他可能出来要两天 所以他看诊这种真的偏远的地区 他就非常需要远距医疗的存在 当然台湾的医疗做得非常好 我们台湾人最知道 然后我们有很多台湾民众在国外 那过去如果不舒服可能就像刘总人讲的 我就干脆回来台湾 飞一趟过来 可是像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边境管制蛮麻烦的 双方都有这样子的管制 所以很多人很想回来 可是他又有非常多的顾忌 所以这些在国外的本国人 就算他有健保 他可以利用远距服务吗 然后用远距服务可以享有健保吗 如果以目前的话 因为健保署他有适用范围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先走自费的部分 那他如果有需要再回国 然后去健保署申请相关的费用补助 所以以现况我们还是走自费的部分 那如果说是国际看诊的部分 主要还是纯粹做咨询 医疗咨询的部分 像前阵子我咨询的是一个 加拿大的一个妇女 然后她是子宫外孕 那其实她在当地的医疗已经看诊过了 那可是她还是担心害怕 她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 所以她也是甘愿花自费的钱 然后来做台湾的一个妇产课的一个资讯 然后让她可以处理后面要做相关的一个决定 那当然我们如果离医院或医生很远的时候 我不舒服 可能医生给我一些建议 帮我开药 我自己去拿药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顺畅 但是如果严重一点 需要手术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医生不在现场 但是她可以真的做远距的手术呢 有没有可能性呢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等命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要跟医生零距离 又要零接触 然后又要有效果 这个做到了没有 我们今天讨论告诉你 当然很多地方 这个医疗科技都做到 我刚刚忘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进入手术当然是另外一个议题 其实我们可能会更想知道 除了诊疗这件事之外 目前的这个远距服务 还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目前其实远距除了诊疗 看诊之外 其实一个最大范围是远距的居家照护 然后还有最近很夯的远距的居家筛检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一段影片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影片介绍 谢谢 谢谢 第一顿早安 有看到您的早上洗糖是269 再麻烦您拍早上的饮食照片 让我们圈在您早上吃的分数 是不是足够哦 好的 张教授你好 最近有看到您娘的血压 有几次偏高的情形 最高的收缩压到145 书章压到99 这里面很有趣 因为我发现可能为了远距诊疗服务 很多老先生或者长辈 对手机的运用更有兴趣 然后也扩充出了群组的沟通之外的 那些知识性的领域 我刚刚想要了解的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进入手术了 能不能用远距 因为有人说其实达文西手背 他就已经把远距的观念带出来了 医生不像过去一定要站在病人旁边 亲手拿刀切牙割的 其实也是在比较没那么远 但是也是有点距离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距离拉长 再加上现在的5G 未来我们这个手术 真的能不能进入到这个远距手术 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这边先回答 原理上其实因为现在AIOT真的非常发达 我们确实可以透过AR MR的方式 去做手术的指导 尤其是在偏向离岛的一个医疗的部分 确实可以执行 我们透过可能会带一种叫做智慧眼镜的部分 然后他可以扩增实际的模拟情境 然后去指导偏向的医疗的医生 在手术室 然后跟他说你可能要从这边下刀 可能看到什么 去做协助的一个远距的教学的医疗协助 那其他部分其实看赵主任这边 应该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所提到 达腕息真的就是一种很近距离的远距 他医师其实是在病人的旁边 并没有真的在病人实际上操作 他是利用机械手背 但是手术其实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手术出了 比如说你开进去并不是你预想到的 比如说肿瘤比你想象中的大 或者是说你不小心伤害到了血管 你可能就会要必须要转变成婆夫探查 所以理论应该是这样讲 目前的远距手术其实之前也有发生过 不过大部分都是以教学性质的 那现场一定都还是要有一组非常有经验的医师 stand by 才能做这个远距的手术的一个进行 也就是说他在手术失败的时候 其实现场的听要马上能够接手去做后续的处理 是 那我们从归院的远距中心成立以后 刘总 你这边的急诊病人有减少吗 会感觉有些转到那边去了吗 其实急诊跟远距大概我们是相辅相成 倒不会说真的会去竞争病人 反倒我自己印象蛮深刻是有一个个案 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会员 他是家属觉得说他那一天精神不太好 好像吃不太下 然后他也是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远距的一个咨询的 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病人好像不单纯是精神不好 他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讲话也讲不太清楚 然后我们后来做了一些 请他做了一些旅学检查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中风 那我们其实就请他立刻送来急诊 那其实这个病人在到急诊之前 我们其实就已经把我们整个团队启动了 也因此这个病人其实他在所有看诊的流程非常顺利 因为我们其实在急性脑中风抢的就是时间 所以我想远距跟急诊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事情 那但我们去年业绩掉大概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做了很好的自主健康管理 是 不过我觉得您刚提到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我相信急诊过去常常会处理到一些 真的不需要来急诊的病人 那很多人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去 那当然一紧张就来 那可能就会耗用到很多急诊资源的浪费 那我想以北一来讲 过去不管是国外或者偏乡的这个资源做了很多 那以这一次来说 这个远距诊疗 有没有资源哪些台湾的偏乡做一些服务 原则上其实就像我们院长说的我们在资源这一块呢 我们都要做感动 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去 所以其实我们从北北基一直到离岛 北北基就是实定这一块的偏乡 我们会协助做远距的一个视讯看诊跟会诊的一个服务 然后如果到屏东那一块呢 我是我自己亲自去春日香那边 嫁接相关的五官禁 还有眼底禁 因为其实那边的民众 其实确实在VC肝炎的部分呢 其实很多 所以超音波我也带去了 也就是我们直接就是当地的医师做腹部超音波的一个探查 然后之后串接屏东的医院跟北医的医院一起三方做 共同的一个看诊跟会诊的一个动作 那皮肤镜也是 然后再眼底镜 因为那边其实留的就是老人家跟小朋友 那之后呢 我也把设备带去金门 因为金门有我们的一个会员 然后我也把相关的设备带去金门串接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从金门飞来台湾看诊 后来也是用通讯诊疗的部分呢 进行他的一个后续的癌症照护的一个看诊流程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请赵主任提醒我们观众 能做出最正确的诊疗 我觉得病人也有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特别是在远距诊疗的部分 那你有什么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一定自己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那其实目前的远距诊疗 其实如同刚刚刘主任所提到的 它是一个固定的场所 也就是说医院不是每一个诊间都可以进行远距的诊疗 所以其实这个病人的隐私是受到保护的 所以在看诊的时候 其实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资讯揭露给医师知道 再来就是说你相关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处置 过去的一些病史 那也要做一些统整 让医生能够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 是 所以提供最正确的资讯 让医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是 谢谢两位 未来应该会越来越辛苦了 谢谢 谢谢